古时候的学堂里都供佛像 在学堂念书的学生每天要轮流到佛堂里打扫灰尘 学堂里有这么个学生 每当轮到他打扫佛堂 他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就出来了 别的学生进去都要把佛堂搬上搬下的打扫老半天 老师挺奇怪 有一天就问这个学生 你打扫佛堂咋那么快 别人咋那么慢 这个学生说 我一进佛堂那些佛像就自动下来 等我扫完 他们又一个一个的蹦上去 根本不用我搬的 老师听口记在心里 有一回又轮到这个学生打扫佛堂 老师就猫在窗户底下看 一看真是那么回事 这个学生一进去 那些佛像就一个一个的蹦在了地下 等他扫完 佛像又都齐刷刷的跳上去 老师一看 心里琢磨 这个学生必是大命之人 就是说他长大 一定能当大官 后来老师把这件事对别人讲了 一传俩 俩传仨 在学堂念书的学生都知道了 这件事传到了这个学生的妈妈耳朵里 他心里为儿子高兴 有一天早上 这个学生的妈一边刷碗 一边拿起一把筷子 敲打着造坑门说 造王爷呀 保佑我儿子将来做大官 我一定好好谢一谢你 说完 又敲了几下 这一敲不要紧 把造王爷的脖子敲缩回去了 造王爷心里好不气恼 就要报仇 有一天 这个学生下学 正赶上下大雨 走到半路 雨越下越大 他就站在一家大院墙底下躲雨 刚站那不一会儿 大墙轰隆一声倒下 把他压死在大墙底下 第二天晴了 从那堆倒的大墙上 长出一颗大花 像荷花一样 又红又白 这个大院里住着一个园外 早晨起来 这家的丫鬟一开大门 看院墙倒了一截 又看那堆石头瓦块上 长出一颗大花 就跑回来告诉了小姐 小姐随丫鬟跑出来一看 真是一颗大花 小姐越看越爱 就把这颗花拔下来插在花瓶里 一连好几天 那大花还是那么鲜艳 香气扑鼻 小姐有空就闻一闻 有一天 小姐不注意一闻 大花掉下来一半 小姐心疼得没法 就不在意的放在了嘴里 嘿 真甜 小姐忍不住又扯下一片吃了 谁知小姐吃了这一片 就想吃那一片 三吃两吃 一闸眼 一朵大花都吃在肚子里 奇怪的是 小姐把大花吃了以后 就怀孕了 九个月后 生下一个大白胖小子 老园外一家哪里受得了 闲丢人 就偷偷摸摸 不声不响的 把这个胖小子 装在一个小木匣里 放到了大海里 这个小木匣随着海水 飘呀 飘呀 偏偏叫一对性干的 打鱼的夫妇捞了上来 他们打开木匣子一看 是一个大白胖小子 他们两口子 活了半辈子还没小孩 看见这么一个白胖胖的小孩 高兴得不得了 老两口认为 这是天给他们的 就欢欢喜喜抱回家去 精心拉着 转眼 十年过去了 这小孩子长到十岁 还不会说话 这可急坏了老两口 有一天呢 这个小孩突然会说话了 跪在他爹妈面前磕头 一叫爹 爹死了 一叫妈 妈也死了 这小孩一看爹妈都被他吓死了 可傻了眼 哭得死去活来 乡亲们帮他把爹妈罚送了 打这网后 小孩拿起他爹妈留下的鱼网 开始打鱼 有一天 小孩出海回来 正在市场上卖鱼 一个穿红袍的朝廷大官 走到他面前 这个大官不是别人 正是当朝的罗宰相 他看这小孩 眉清目秀 长相出众 可穿的是破衣烂衫 露着肚皮 罗宰相便有意要逗逗他 他对小孩说 我看你这个小孩有一笔呀 小孩仰起脸问罗宰相 大人 哪一笔 罗宰相说 你这小孩好比井里的蛤蟆 白肚皮 小孩听后 把眼前这位大人打量一番 见他身穿大红袍 知道他是一位朝廷大官 于是小孩把眼珠一转说 大人 我看你也有一笔呀 罗宰相笑着问 哪一笔呀 你好比锅里的螃蟹 大红袍 罗宰相一听 心中大喜 这小孩不简单呐 罗宰相问他家住哪里 姓甚名谁 小孩就哭了 把爹妈被他叫死的经过 说了一遍 罗宰相正巧西夏五子 就说 我不怕你叫死 要是你愿意 我就收你为义子吧 小孩一听 连忙跪地磕头叫爹 然后就跟罗宰相回府了 罗宰相想 小孩子死去的爹姓甘 他自个儿姓罗 于是就给小孩起名 叫甘罗 这就是后来十二岁当宰相的甘罗 这是后话 甘罗被罗宰相收为义子后 每日在书房读书 大有长进 罗宰相看在眼里 喜在心上 对甘罗也越来越疼爱 有一天 罗宰相下朝回家 闷闷不乐 甘罗奇怪就问 父亲今日回家 怎么这么不高兴呢 莫不是有什么仇事 罗宰相长叹一声 哎 承西门挂两个西边来的葫芦 皇上要我说出里面是几个子 这谁能说上来呢 葫芦又没切开 甘罗说 父亲 这有什么可难的 西边来的葫芦 不管它有多大 一定是一个葫芦里一个子 两个葫芦里两个子 他父亲问 真的 甘罗说 真的 若有差错 由孩儿承担 第二天 罗宰相上朝告诉皇上 两个大葫芦里 一共是两个子 一个里一个 皇上命人取下切开一看 真是一个葫芦里一个子 原来罗宰相在朝廷得罪一帮小人 这些奸臣为了除掉他 就想出了这个损招 想借皇上的手杀害他 这些奸臣一看暗算没成功 便又想出一条毒计 他们把两个像驴那么大的耗子弄进宫 轰也轰不走 这可急坏了皇上 皇上也不知这是奸臣暗中搞的鬼 这帮奸臣在皇上面前说 罗宰相能轰走 他不轰 这是存心吓唬皇上 皇上一听 把罗宰相叫来了 要他明早 必须把两个大耗子轰走 轰不走 就按欺君之罪处置他 这天晚上 罗宰相回家又闷闷不乐 甘罗问 父亲又有什么仇事 罗宰相便把大耗子的事说了一遍 甘罗说 父亲 不用瞅 你用桃木削一把刀和一支剑藏在袍袖里 走到五朝门的门口 对两个大耗子喊 桃木刀 桃木剑 妖怪不走 遭刀就刺 妖怪自然吓跑 第二天 罗宰相把桃木刀和桃木剑揣在衣袖里 走到五朝门门口一喊 两个大耗子果真吓跑了 后来 奸臣又想出一个毒计 他们对皇上说 不管啥样的公牛拉到宰相院里就能下崽 皇上问 真的吗 那帮奸臣说 可不真的 我们都看见了 皇上又把罗宰相照到跟前 对他说 我今晚叫人把一头公牛拉到你们家院里 明天早晨上朝时 你叫他下崽 然后禀告我 罗宰相一听 面如土色 体如筛糠 皇上 公牛怎能下崽呢 皇上说 我拉去的不能下 你家的就能下 是不是看不起朕呢 罗宰相连连磕头 说臣不敢 这天晚上 罗宰相回家更加愁眉不展 甘罗问 父亲今日又为什么不高兴 罗宰相说 儿啊 这回可不行了 和你说也没用 明天早晨 皇上叫公牛在咱家院里下崽 下不了就是欺君之罪 甘罗宰相连连磕 甘罗一听 皱着眉头说 父亲 这事好办 明天你装病在家 我替你上殿 见皇上去 第二天早晨 甘罗穿上他父亲的朝服上殿了 皇上和一般文武大臣 见一个小孩子来了 都觉得奇怪 问他 你父亲呢 甘罗说 哎 别提了 我父亲在家生孩子呢 皇上和大臣听了 都哈哈大笑 皇上说 你这个小孩 怎能顺嘴胡说呢 你父亲是男人 怎么能生小孩呢 甘罗一听笑道 回禀我主万岁 男人不能生小孩 你怎能叫公牛 到我家院里下崽呢 皇上一听 左右看看 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最后甘罗得胜回家 后来甘罗的父亲死了 他十二岁就做了宰相